好,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 集團所的還有基金學部的樂會 那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請到徐柱瑞老師 他是集團所的老師來做演講者 然後我很簡單的來介紹一下徐老師的一些學經理 所以徐老師是在大學的時候是生命科學系的訓練 然後在碩士班的時候是在陽明大學的一些Bioinformate計算方面的 所以他在WayLab跟DryLab其實都有很紮實的基礎 然後在博班的時候是在香港大學念博士班 然後他那時候的老闆是Pak Shen Pak Shen如果大家知道就是Handmap Project 他也就是大師他參與國際的這種大企劃 然後包括大家用了很多的Print這個軟體 Pak Shen也是作者之一 所以徐老師是細出名門 然後這個非常正統的在GWAS SNIP的年代的這種大師 那這種這種實驗室到後來當然也都是次次代定序 也加進來然後一些大的Data Base 所以徐老師就是在這樣子的訓練之下 然後所以SNIP、GWAS、Data Base、NGS 當然都是他的領域 然後徐老師之後 第一個教職就是在我們雞蛋署 所以他在這裡我們很高興在這個MEDICAL CAMPUS 能夠有他的這種Bioinformatics 還有Human Genetics的專業 能夠在這一個CAMPUS有所貢獻 那這個CAMPUS也很希望有他這樣的人 那徐老師有許許多多的合作 校內的合作、校際、台灣其他機構的合作 還有一些國際的合作 那我相信未來合作是這個領域的 當然是絕對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今天的題目是看起來是會跟Human Biobank相關 那但是也跟MEDICAL Genetics相關 那我們歡迎徐老師 好 謝謝陳所長的介紹 對 能跟您一起共識是我的榮幸 那我也很在這個CAMPUS做研究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今天主要會跟大家介紹這個 台灣population的GENETIC VIRUS 那如果說是以一個 單一個個人或是以一個COHORT的角度 來看這個所謂的GENOMY DNA層級的GENOMY的profile 那特別會跟一些MEDICAL Genetics相關的事情 這樣子 好 有一個Disclosure 就是我們在也是廣告一下 就是說我跟陳騙宏醫師陳倩宇老師 在MEDICAL CAMPUS有開NGS Bioinformatics 跟GENOME Medicine的課程 然後我自己也有開一個 Statistical Genetics跟Data Interpretation 主要是給分譯所的遺傳諮詢專班 上的統計課 那它材料就都是GENETIC的Data 那我同時有一些產學合作 主要是跟台灣AI Labs這樣子 那一開始就先跟大家就是 簡介一下這張圖就是說 在2019年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就是有一篇paper 那個時候羅列了這些在世界各個國家的 這個所謂的Biobank 那它可能沒有不一定是叫做Biobank 它叫做Government Fund National Genomic Medicine Initiative 但那個時候很多的國家都是宣稱說 它要就是投入多少經費 然後做Sequencing或者是GENOME Typing 多少人這樣 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其實GENETIC的Data 是可以累積的 那尤其到了這個時代 那個時候2019年 一跳跳2022年 去年的J.P.Morgan的conference Illumia Launch的新的機器 那它的目標是 他說每一個人的 HOLD GENOME Sequence 目標是200塊 然後我特地去查一下 iPhone 15還沒上嗎 iPhone 14的價錢是 999塊的美金 所以那個已經交叉 又拉大了這個差距了 所以你會覺得就是 這個價錢你想要看你自己的HOLD GENOME 還是你要去買那個一個iPhone 那這個其實是已經是差不多 在金錢上 金錢上 如果我們比較俗氣講金錢上 就是會是這個Turning Point 所以Personal GENOME的時代來臨了 但是呢 實際上我們如果想要解決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需要看的是 在這一些Data Base 雖然已經很便宜了 可是呢 Data Base裡面 到底現在有什麼資訊 是我們可以參考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Data Base 叫做GENOME Aggregation Database Nome 它的不同的版本 即便是到現在最新的版本 它已經使用了超過7萬人的HOLD GENOME 但是呢 仔細去看這7萬人的HOLD GENOME裡面 屬於亞洲人的也就3000個 而且這個亞洲人呢 我們如果把他定位成是南亞跟定位成是東亞的算在一起的話 也就是3000人 也就是說在現在的這個大的Data Base裡面都是以白人為主的居多 那亞洲人的資料還是比較少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以GENETIC來說的話 它的這個South Asia跟East Asia 它的這個GENETIC的距離 或者是說GENETIC的相似度 其實是 就是我們知道它其實是有差別的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這些ALEO Frequency 或者是需要知道Data Base有什麼資訊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在解讀GENETIC的Variance Information 我們BASED上ACMG的Guide Line的話 這個是ACMG最初版本的一個Framework 那它其實是把每一個GENETIC Variance的證據種類 先做了一些分類 那其中一個分類就是Population Data 因為它覺得其實這個GENETIC的Variance 它在Population出現的頻率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可以反映很多的 這個疾病的 不管是發生率或者是潛在的一些 Interplay的Effect 那如果你看其他的證據的話 你會看到Computational 或是Predicted Data Functional Data DeNovo 或是ELEO Data 有一些確實在我們做MEDICAL GENETIC 提供診斷的時候 是很強而有力的證據 可是這些證據的取得來源 其實都是需要比較 日積月累的累積 那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客觀的資料 其實是Population Data 因為當你有了一個可以反映你的Population的時候 你去好好的做它的GENETYPING 你就有辦法算出這些ELEO Frequencies 當一個ELEO Frequencies給你一個數字的時候 這個數字其實是我覺得是相對客觀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族群裡面算出來的ELEO Frequencies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花了一些時間在看說 那些Database裡面可以提供什麼樣子的 Population Frequencies的Data這樣子 那回過頭來台灣看的話 其實台灣有Taiwan Bar Bank 那它其實是一個Community Base 也就是說它的Inclusion 當初的Inclusion Criteria其實是成年人 然後你只要在Inroll的那個當下 不是症患有癌症的情況 其實你就符合資格可以參加 也就是說我覺得以這個Database來說 以這個Cohort來說 它是蠻能夠反映了 真正台灣的這個General Population 你就把它當成是General Population 那當然我們其實也很多不同的Study 其實都有confirm的這些 在台灣族群中有來自不同的族群 小的族群 那它會有Population Structure 這個沒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Structure存在 但是以這個Database 以這個Cohort來說 我們還是可以從這當中 得到很多的 剛剛說的Minor Allure Frequency 或是Population Frequency的Data 那有了這些資料 我們就是可以進一步去回答說 這些Genetic Variants所在的這些基因 是不是真的跟我研究的疾病相關 是不是跟我就是想要 就是給提供 醫師提供臨床診斷給這些病人有關 那這些Genetic Variants是不是真的是 Cohortive 那如果知道的話 知道這個Genetic Variants到底可以 有一些後續醫療上可能可以做哪些事情 那這個其實是我實驗室的中心 所有的主題其實都是圍繞著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台灣BioBand的Data的話 其實記錄的很清楚 也就是說它的每一個資料收集的時候 如果你如果我們真的申請了台灣BioBand Data 然後我們去做就是不同Data Set之間的 的串接的話 你會知道有些人 他是用某一些Sequencing的平台做的 那Total呢其實有大概2000人的Data 那其實除了HoldGinoSequencing之外 他也有GinoTyping的Data 然後也有HLA Typing 還有一些問卷 或者是生化數值 那一開始其實這些資料 就是大概HoldGinoSequencing大概是2000人 那但是其實 參加者是可以選擇你要不要退出的 所以他如果說有參加者決定要退出的話 台灣BioBand就會停止再offer這些資料 然後他會通知所的申請者說 哪些哪些ID其實已經退出了 所以其實我們能用的資料 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少這樣子 那如果說以Sequencing的Type的 Platform來說的話 我們比較focus在Illumina Base的這些資料 也就是HiSIC 2500 HiSIC 4000和NovaSIC 那大概會有1500個人左右的HoldGinoSequencing Data 是我們覺得他的Signal跟他Sequencing的 機器或者是系列是一樣的 那我們以這個為出發點來做進一步的分析這樣 但是其實台灣BioBand本身對於這些資料 他已經做了一個初步的分析 所以各位如果有使用台灣View這個網站的話 其實在上面你已經可以查到很多資料 但我們仔細去看了一下說 其實這些資料已經存在在那裡一陣子了 那那個時候他所使用的一些分析的版本 所使用的一些工具 那我們把它整理出來 可以看到說其實Human genome的版本 確實是有提供不同版本的資料 這個其實非常有用 就是對於臨床診斷在做Variant Filting來說 你想看台灣的population你就已經可以用了 那這個資料其實已經做完了一陣子了 那其實是可以做查詢 但是就是我們想說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還可以再做些什麼事情 或者是資料在那裡 可是我們知道有些工具 也許可能可以performance的更好的話 我們有沒有機會把這些資料重新再分析一遍 然後或者是重新再分析一遍真的會比較好嗎 我們其實一開始想的目的是這樣 所以也是一個好奇啦 我們把台灣BioBand上面的資料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東亞人 那如果他跟database的東亞人很像 那你的erleal frequency應該會很相近 所以我們把台灣BioBand的data 跟在database裡面的東亞人的erleal frequency 去做了一個這樣子的plot 他其實是非常的correlated 但是會看到就是有一些怪怪的地方 就是他會出現這種dataset specific的variance 也就是說他在A dataset有 在B dataset沒有或是另外一個方向 那有幾種解釋 有可能是真的有population difference 這些就是一些private台灣人特有 那或者另外一種解釋是 其實那個工具本身也許會產生一些noise 所以台灣人分析的時候 跟database的那一些dataset分析的時候 的工具不一樣的時候 會不會工具本身產生一些noise 造成我們最後看到這些 以為是population specific的variance 那我們怎麼去校正這件事情 或者我們怎麼去驗證這件事情 真的存在或是真的呢 我們想到一個方法就是說 利用一些國際的標準品 那在FDA的一個管理 或者是說它的一個affiliate組織裡面 有一個這個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它其實就是像美國的國家標準局 那他們其實就是在致力於 你怎麼提供一個標準品 然後去標準化這些NGS 或是定序Human Genetics的資料分析 那當中有七個人 那他的編號就從HG001到007 這一些人只要就是 這些是真實存在的 那他們每一個人都就是 同樣的sample被sequence很多次 利用不同的sequencing technique 利用不同的分析工具 都分析了很多次 然後呢長的read 短的read都做 到底有沒有至少是在一個很高的水準 不見得是最好 可是至少是在一個很高的水準 那這個Precision FDA 也就是FDA的組織提供的一個比賽 那他就是提供這些標準品 然後讓各個研究團隊去測試他的pipeline 然後再回去跟FDA對答案 你就會知道說到底誰是 就是真的做得最好的那個solution 所以呢他們其實也發表了一系列的這些做標準化分析 或者是提供標準答案的paper 這個都這個在2019年發表在Nature by Technology 就是他有一個framework 告訴你怎麼標準化 然後他提供的標準的material說 這個就是我覺得的正確答案 你如果照著做的話 你就會就是可以有一個可比性 去比較不同的data這樣子 那他的概念就是說呢 我們知道Human Genome 其實很多領域做Genome Typing不好做 有很多領域有很多區域有一些repeat 所以他先框下了一個框框 就是說如果我們先把那些repeat 都先排除不看 我的整個whole genome裡面 不看那些repeat的話 剩下的區域 就不應該受到repeat的干擾 那不應該受到repeat的干擾呢 他理論上 你在做sequencing technology的開發 或是你要偵測這個人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真的有一個genetic variance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排除這個條件 然後看到是不是真的存在 那你就有機會去計算說 你做出來的這個dataion 是屬於true positive 還是false positive 還是false negative 那這樣子的情形呢 其實你就可以去 去比較不同的工具 那他們自己在這個不同的競賽裡面 其實也針對了genetic不同的區域 還有不同的sequencing technology 也都有舉辦過 就是不同的排列組合競賽 比如說最新版本的這個version 2 他就是把資料分成 Longry的pegbio 跟Longry的osperlenopole 跟shoree的illumina 然後他把genome分成三個區域 一個是difficult to map的region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repeat的region 他其實在alignment本來就不好做 或者是他們覺得這個可以benchmark的region 就是排除那些區域 你理論上應該要做得很好的 還有就是傳統大家都知道難做的 HLA Mhcregion 所以他有把genome分成不同等級 然後你再把不同的資料型態的定序資料 都提供出來 然後讓各家廠商或者是學術單位 都去競爭 去看說到底誰做的會是最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以那個時候的presenting FDA challenge來說 如果是illumina base的 那會發現他們自己的這個dragon的這個solution是最好的 然後如果說是他mix不同的data 那你可以把long read跟shoree的data mix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比如說像sentient 或者是其他的research team 他們會在那種mixed hybrid的data裡面得到最好的performance 所以呢我們其實就選擇了sentient的這個工具 當作是一個經得起考驗 他應該比較經得起考驗的工具 然後來重新process的這個台灣BioBand的資料 那我們透過一個machine learning recalibration的過程 可以去針對每個variance給他一個quality score 然後針對這個quality score 我們可以去校正他的recore跟precision 那去達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之後 會發現其實剛開始我們看到兩個不同的data set 他有這種population specific的variance的時候 當我們透過標準品去校正之後 這些點就不見了 那也就是說也許可能真的存在一些technical bias在裡面 那他還是很correlated 然後確實是會有一些可能台灣人在alue frequency上 相較於nome的data set來說 可能比較高或比較低的情形 但是這個呢就是我們覺得 有了一個比較的基準 然後有了一個工具 比較好的工具之後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更好的alue frequency based on這個台灣BioBand的 hold genome sequencing data 所以有了這一件事情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說在台灣人的族群裡面 如果真的要找這些跟medical相關的genetic的variance的話 有一個就是這個 ACMG給的這個secondary finding 那他的概念就是說 如果說是一些比較well known的基因 即便你一開始在做genetic test的時候 你不是真的想要看這個variance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用了whole genome sequencing 他理論上是可以看到你的整個entire genome的時候 如果這一些是medical相關 而且是可以有後續medical處置的這些genetic variant 他叫做medically actionable variant 那我們如果把它列出來的話 依照這個guideline或是這個statement的建議 如果是autosomal dominant的這些而例 其實是可以有一個空間去思考說 需不需要把它feedback給受試者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們去算這樣子的medical actionable的variance 來說的話以台灣BioBand的coho來講 大概是1.6% 那如果說我們要把那些recessive的 recessive inheritance mode的variance 即便這個人他只有一個allule 那這件事情要不要report給他 很多就是專家是覺得不需要 因為那個代音的其實很多 但如果要把那些也算進去的話 其實本來就是這些data 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那這個是在secondary finding的部分 我們希望 就是如果說這些actionable的findings 他其實本來是一個黑天鵝的事件 透過這樣子的情況是不是有機會就變成一個灰犀牛的事件 那他也許可以真的做些什麼去預防那些疾病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overall來看 我們可以去看這些就是genetic disease的carrier frequency 那其實差不多的data也有很多其他的study有做過 那我們如果在台灣barban我們看說這些 台灣常見的genetic disease的carrier的話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跟聽損有關的這個gjv2 那也許很多專家在這邊都知道說 台灣人身上本來就有一個很高頻的這個 gjv2 v37i的這個點位 那他其實在台灣barban大概佔了8個percent 也就是說在這裡你會看到說 這個跟herring loss gjv2有關的這個carrier frequency 他確實是會比較高 但卻實際上是因為在台灣的族群裡面 本來就有一個比較高的fundal effect的存在的這個v3ci的variance 那在臨床上的表現其實他是這個gjv2造成的聽損 大部分是大部分是autosomal recessive 所以其實你要兩個allel才會就是真的有phenotype產生 那即便是這個v37i的homozygous 可能在臨床上也會看到有些人 其實沒有什麼太明顯的聽損 他的這個phenotype的variation非常的大 那我們一開始我們可以先針對這個 不同的基因可以去算這個carrier frequency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結果說 那在台灣族群大概會怎麼樣 可是呢這個genetic的information 這個台灣barban的data 其實也可以拿來當成一個population的control 比如說在在聽損 這個是我們才剛被接受的一個study 就是跟耳鼻喉克 科目針集醫師合作 那在臨床上會看到很多v37i homozygous的病人 大部分確實是沒有什麼症狀或是很輕微聽損 可是也有很多也有一部分族群的人士 他會產生很嚴重的聽損 而且是很年輕就會有很嚴重的聽損 那為什麼大家都是這個v37i的homozygous 他會造成這個phenotype的severity不一樣呢 那我們就是利用了這個一樣也是台灣bioban的data 我們把這個台灣bioban的data 拿來當作是一個population control 然後透過在台大醫院就是收集的這些病人的ngs的data 我們就是做一個簡單的association的analysis 然後就看到說其實有一個屬於CRYL1的這個點位呢 他其實本身是一個common的variance 他在台灣bioban大概是十幾個percent 但是在那一些V37i homozygous的病人裡面 他就是比較多就帶有這個CRYL1的這個variance 那他的ost ratio可以到五倍 相較於這個沒有帶這個CRYL1的這個variance的病人來說 所以如果說是以V37i homozygous的這群病人裡面 我們本來就有找到有一些人 他有另外一個聽損的基因也受到破壞 所以他就可能會有加成的作用讓他的聽力損傷更嚴重 可是這一群人是我們並沒有找到任何其他聽損的基因 我們找到的是一個common的variance 那他可能是像是一個genetic modifier的角色 那在我們病人的cohort裡面讓我們看到這樣子的signal 所以我們也是在population裡面就是做完了那些QC之後呢 那些資料其實就把它當成是population的data 那我們就實際上可以拿來跟在台大醫院收的這個cohort desease cohort來做比較 那就有機會在裡面就是再挖一些東西這樣 那這個工作是來自於主要是由我們集團所的江玉廷同學完成的這樣 然後呢如果是台灣BioBand的data 如果是whole genome data 他suppose其實就是整個genome都做了嘛 那我們在想其實也有看到很多工具 他是可以用whole genome sequencing做HLA typing 然後呢在台灣BioBand 其實他同樣的一群cohort 有一群人他其實是同時具有這個whole genome sequencing跟台灣BioBand 當初他們做的HLA data 也就是說這些人其實台灣BioBand 就已經提供了他的whole genome sequencing 也提供了他的HLA data 那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benchmark dataset嗎 那我們就想說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拿他的whole genome sequencing的data 然後去測試幾個比較performance比較好 或是他發表在比較好的journal的這些whole genome sequencing based的HLA typing的工具 然後我們就有機會去說 那怎麼樣子的工具其實是可以拿來 在whole genome的世界裡面做HLA typing 或者是有其實目前的工具也都沒有做得很好 我們對於工具的開發 可能也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試著做這件事情 這些也都是從台灣BioBand的公開 現在不是公開要申請要通過IRB的申請 跟他申請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這些資料 他是一個是一個很好的benchmark dataset 那我們的study design就是拿來看 是不是w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 也可以做出很接近的結果 那這個是由也是計算所的學生 跟一個實習生一起完成的 那我們就看到說其實他的這個allium的sensitivity 在不同工具裡面其實會有差異 那我們這裡比較的是HLA VBSIC HISEC GENOTYPE 跟Dragon 會看到說他其實已經可以達到一個 還蠻不錯的這個sensitivity 就是最高也許可以到百分之九十幾 可是有一些資料有一些特殊的耳利 他確實是在有限的whole genome sequencing 的30倍的深度裡面 提供的資訊不太足夠 那提供的資訊不太足夠的話 那那個時候那些特定的HLA的耳利 其實就沒有辦法被更正確的typing出來 但是我們透過一個組合的方式 就我們知道說 如果我們用HISEC Genotype 他其實overall的performance會最好 但我們也發現 有某一些在台灣人特殊的耳利 他只有在VBSIC這個工具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們後來推測是因為 VBSIC這個工具是由日本的團隊開發的 所以他可能當初這個工具的設計 就是比較對東亞人比較sensitive 但是我們透過這個組合的方式 我們知道哪些耳利 他應該要被作對 而且可以被作對 那有一些耳利 他就是一直會錯一直會錯 那透過這樣子的資料 我們其實也可以建立起一個 可以用whole genome sequencing 做typing的方法 那我們就去看說 這些跟pharmacogenomics 相關的這些耳利 即便他在pharmgkb裡面 他有不同的證據等級 但是都是這些HLA的耳利 他就已經知道是跟某些的 drug是有association 那有一些其實是我們很常知道 很很很 症據等級很高 臨床上也都已經在測的這些 耳利的type的時候 把這些都統計出來計算出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們把證據率稍微放寬 他是到1A 2A 2B的話 也許是75%的人在這個cohold裡面 他就會帶有至少一個耳利 但是如果我們把證據縮小到 即便是只有1A的這些耳利的話 大概會是19% 也就是說即便是在台灣人的族群裡面 你把這些不同的種類的這個Risk Allure加起來 其實是真的蠻有一個族群的人 是需要特別小心的 那這個是我們整理Tumberbank的data 那如果說是Hole Genome Sequencing 其實我們可以看的 Genome的variance type還很多 那我們也試著去看這個structural variance 那在database裡面 其實也是這幾年 大家也都知道這件事情可以做 所以你一旦有了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之後 他就也會開始去profile 他的大的structural variance 那跟前面的研究其實也很像 就是大的database裡面 其實亞洲人真的都不多 那比較近的是今年 就是日本有發了一篇paper 他是日本的cohold 他的BioBank Japan 那大概是3000個Hole Genome Sequencing data 那我們試著去看 就是在台灣BioBank 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去找看是不是有標準品 是不是有一個benchmark的過程 那同樣其實在美國國家標準局 跟那個Gino in the bottle 他針對這種gem line的large deletion 跟insertion 就是你要超過一定的長度 然後他只看deletion跟insertion 他其實也release了一個true positive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些資料來做 整個台灣BioBank的 那個deletion的calling這樣子 那可能 大家也知道說 在台灣其實其中一個很常見的genetic disease 是這個地中海星瓶血 這個alpha seachemia 那這些alpha seachemia的 這個genetic variance 大部分都是deletion 就是這些代音者 其實也都是 他的type 他的genetic variance type 就是deletion 所以我們就試著說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分析 這些台灣BioBank的deletion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也能夠去估計 這個seachemia的carrier rate 那在不同的type 其實我們都可以偵測的到 那每一個type 他在台灣BioBank裡面有一個 他我們在這個callot裡看到的 erleal frequency 那總的來說 大概是5個percent的 在callot裡面有5個percent的參與者 那是這個alpha seachemia的carrier 那這個其實跟過往的研究 在數字上其實是很接近的 因為大概就是以前做 在台灣大概就是5到6個percent這樣 那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透過台灣BioBank的data 我們也一方面反映了一樣的資料 一方面我們也會更有信心說 我們這個deletion的分析的方法 其實是奏效的 而且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分析上的偏差 那我們這個整個study design 也就是拿台灣BioBank的 holding on signaling data 然後去做deletion的測試這樣子 然後deletion的測試 我們測試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那在不同工具上 其實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效果這樣子 那我們把這些資料拿來 跟population的deletion 去做比對的時候 其實correlation也還是很高 那如果說另外一個也是遺傳性 就是另外一個也是在靈魂上很重要的 是spinal muscular dystrophy 那它是有SM1跟SM2 它是一個很相似的基因在附近 那這種呢 其實在shory的事件裡面 其實就是很難做 那在Illumina的Dragon 它其實有一個SM1的caller 那我們試著去分析 也一樣是tumberband的data 然後去看說 屬於這個SMA的carrier 大概有多少 然後我們發現 在這個callhold裡面 有23個carrier 我們挑了20個 送去柯昌明教授那裡 請他利用MLPA 幫我們做驗證 這20個確實真的都是carrier 也就是說 在這個工具的本身 你透過hold genome sequencing data 透過好的分析 做過好的QC 其實你還是可以 在這裡面看到這個 SM1的carrier 那總的來說 以我們的dataset來講 它大概是1.6% 那這個其實跟 跟過往的這個carrier rate 差不多 之前有 應該是蘇伊寧醫師 以前做過 大概是2點多個percent 那 不過它的計算方式 是比較悲傷來門診的 如果其中一位是的話 你再把它的家人或是 親屬拿去做 所以它的那個carrier rate 會稍微高一些 不過大部分是在這個range 沒錯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 因為是抽全血 因為是做hold genome sequencing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 metylchondria的homoplasmic 跟heteroplasmic 那其實 在血液裡面 它的metylchondria的copy 其實是更多的這樣 那我們透過一些方法呢 其實是可以 把這些 因為你在做alignment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把那些sequencing的ree 去跟metylchondria的reference genome 去做alignment 那比較tricky的 就是metylchondria是一個圓形的 所以你在做alignment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 先把這個圓形的 變成一個linear的reference genome 做一次 然後它會需要有一個shift 因為它沒有辦法 就是從最後一個 又再接回頭的地方 所以你就原本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把它 大概轉90度之後的感覺 那你就會再做出一個 linear的reference 是針對那個 一開始的region 你就還是可以把整個 它是circular genome 的這個alignment給做完 那我們就一樣可以去計算說 在台灣人 這一些homoplasmic的人 有多少 因為它的allial frequency的計算方式 就已經不是說 單一個allial 如果每個人都是一對染色體 然後是兩個allial 那如果是metylchondria的世界裡面 它的一個細胞裡面 可能會有很多套 所以它看的是這很多套 它到底是不是同一種 或者是它是不同種 那不同種的差別 就是會有這個heteroplasmic的差別 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 然後我們也就是試著分析了 台灣爆弹的data之後 把這些在台灣爆弹看到的 不管是homoplasmic或是heteroplasmic 把它拿出來 然後也是跟在database裡面的 亞洲人去做比較 就看到說其實 相關性是很高的 也就是說你看到的這些heteroplasmic 其實就是亞洲人 就都是heteroplasmic 你看到homoplasmic 亞洲人也都是homoplasmic 然後呢 其實有一些已經知道 跟疾病相關的metylchondria的點位 那這些我們也可以查 那我們就是看到說 其實有這一些 是在metylchondria裡面 已經知道是跟metylchondria 相關的patogenic variant 那其實最常見的 就是metylchondria rr1 它是一個會吃了某些藥物之後 會產生耳毒性 會產生聽損 那這個其實 在臨床上其實也就 大家都很知道這件事情 那它在台灣人的 至少在台灣爆弹的這個coho裡面 其實也是佔有一定的比例這樣子 那我們另外一個 其實很感興趣的就是 其實metylchondria是 很多時候可以拿來做 這個演化的一個資訊 就在這中間 是不是有存在的一些演化資訊 我們先看右上角 右上角這個是metylchondria 就是這個專門研究 metylchondria的這個網站呢 它所整理出來說 好 如果我們去看一個人 他的metylchondria的variance 這一些所有的metylchondria的variance 其實是可以組成一個叫做heprogroup 那他的heprogroup呢 其實就會很明顯的看到有不同的分類 那那些分類呢 實際上跟地理的位置環境跟遷徙 其實是有一些關係的 目前證據這樣看起來 覺得說像L3他就是從Africa出來 然後他會有一個m的group 有一個n的group 然後n的group就是到了歐洲 m的group就是到亞洲 然後他就會有一些subgroup 那我們去看台灣人的data的時候 我們就在台灣人的這些資料裡面 去把它分不同的heprogroup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其實比較多的是這種mgroup跟dgroup 那在這裡其實他就是去到亞洲了嘛 這個就是好像沒什麼問題 可是呢 你會看到這些fgroup跟bgroup 他在台灣人的族群裡面其實也不少 但是呢 他在分類上 他是這種先進到歐洲之後 又到亞洲的這一些 那他的比例其實也是有一定的比例 甚至是在歸類上 他們覺得R這個group 其實是屬於European的SS3 其實在台灣人的身上 也會看到7個percent這樣子 那左下角這個呢 是nomade database 他拿了5萬人的data 然後這5萬人呢 他也是就是這樣子 把它分不同的population之後呢 他也是想去看說 傳統這一些跟族群相關的這些group 是不是真的可以反映最後 他的這個genetic的background 那他看到說 如果是Africa的hyprogroup 那他就都是Africa 如果是歐洲人的hyprogroup 他就都是歐洲人 他就絕大部分都是這些淺藍色 偏偏亞洲人這一些呢 你的訊號就會就是不太一樣 你就會看在某些group裡面 你會看到真的屬於亞洲人的那種 土黃色跟綠色是多的 可是有一些 他覺得分類上是亞洲人的group 就偏偏沒有看到亞洲人的data 然後我們也看到這些 就是像Y啊 P啊這些 他他其實是 其實是 呃 可能是在亞洲的這些group 但但實際上我們在 台灣biobank的data set裡面 沒有看到太多 這樣子 那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裡面可能還有一些學問 有一些貿逆存在 那我個人的解讀是 亞洲這裡可能的那個分支 不同的hyprogroup 其實也許你看這個 他會給你一個感覺 你從這裡這一群也是亞洲 你從這裡分出去 這一些也是亞洲 再遠一點分出去 這一些也是亞洲 那其實你在想像中 或是實際的生活上 亞洲的population是很多的 那它的generation的代數啊 還有它的分佈其實是很廣的 雖然他都被空在一個這個很大的叫做亞洲裡面 可是我們也知道 你如果是東北的亞洲跟東南的亞洲 其實也是看起來就差很多嘛 所以我會覺得是 這個亞洲的這些hyprogroup啊 他也許因為simple size還不夠 所以他都還沒有真的被converge到 可能歸類上歸類的很細 或者是真的是在分類上可以分類的很好 所以才看到這些有差異的現象 那這是我的解讀 不過這個是還沒有發表的data 我們就是試著從tumball band的資料來 來看這些資料 回答這些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benchmarking是重要的 你一旦有了比較好的benchmarking之後 你的QC做得好 你的minor real frequency就會準 那minor real frequency做得準的時候 其實另外一種使用情境是 雖然我們的data不多 可是你在其他的族群 或者其他data base裡面看到的data 如果跟台灣bio band其實是有可比性的 它的那個minor real frequency 是可以直接疊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真的去 sequence 這麼多的data的時候 我們利用自己的data加上那些公開的data 我們還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 minor real frequency的resolution 另外一個就是說當我們在講這些 不同的data set裡面會有差異 可能是deseased cohort跟control有差異 或是不同的coho之間的比較有差異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必須排除說 其實這當中也許會有一些technical error 其實你看到的差異是technical error加上真正的差異 你的signal是會被混淆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特別是在醫院的環境 如果我們希望提供一個比較 臨床等級很高標準的資料分析 或者是genetic information的話 做benchmarking是至關重要 那這是最後一章了 就是總的來說 我們分析的台灣bio band 大概1500個人的hold gnome sequencing data 那平均每個人的身上 都有幾千個novel variant 就是那個variant只有在你身上有 在那些participant的身上有 那在其他base都找不太到 然後我們可以看說 他有一些HLA的risk early 你如果看證據等級比較高的 大概是20% 那你如果放寬一些association 大概是75%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看alpha cell Semia的carrier rate 我們可以看SMA的carrier rate 那同時呢 其實針對不同種類type的資料分析 不管是HLA typing Deletion 還有Mitochondria的Hetroplasmid Homoplasmid 這個技術本身我們也都已經有掌握了 那希望是可以 就是在 當我們在面對這個deseased cohort 或是我們看到那些 還沒有診斷的 還沒有辦法提供診斷的這些 那些病人如果我們可以把他的Geno Typing做得更好的話 也許就更有機會真的可以找到他生病的原因 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謝謝Taman Barban 就是我們有通過IRB申請了整個Taman Barban的資料 然後還有我在Material Campus合作的 就是各位醫師各位老師 那還有我的實驗室的這些夥伴 那也謝謝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還有國網中心提供這些運算資源 還有我主要的Funding Agent是國客會的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許淑瑞老師 很精彩很完整的演講 那我也稍微再講一下 就是台灣Funding 除了這些資料很重要可以分析以外 它的DNA是可以申請的 所以我們看到任何覺得有興趣的Geno Types 其實是我們自己在實驗室可以重新再做 可以去驗診 所以這個對於Jacob老師的研究也非常有幫助 好那不知道現場或者是線上 大家有沒有什麼要發問的問題 或者是評論 現場我依馨慧老師 依馨慧醫師是有問到 新住民或者是原住民的這一些 謝謝 謝謝 謝謝提問 就是說原住民跟新住民的基因組成差多少 疾病很不同 對 我們也試著想要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在台灣Bildband的Data裡面 其實原住民的比例很低 然後新住民也很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議題 因為 本來原住民就是有一個獨特性 但是它的in-form consent的過程確實是不太一樣 那個就是需要一些effort 新住民其實在整個台灣的population 所佔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而且有一個 也許也是一個想法吧 就是 它其實是 如果我們把它想成是 South Asia的話 那它理論上在跟在台灣的這些 原本台灣Bildband收的人 如果他真的看到population 有structure上面有不同的話 其實也不會太意外這樣 但真的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的dataset 還是來自於台灣Bildband的話 那裡面真的原住民跟新住民 就是資料沒有很多這樣 對 如果各位有知道哪裡有這些資料 就請提供給我 我們可以把它再合在一起做這樣子 謝謝 是 台灣Bildband當初在收的時候 刻意沒有收原住民 因為in-form consent 或者是IRD 涉及到原住民就比較敏感 所以剛初因為時間 所以他刻意刻意沒有包含原住民的部分 不知道 來 許家良老師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minefone跟均動 就我所知 minefone有很多上面的局勢 是在提纜設定上面也會有 那你像這種修律的狀況之下 是有辦法區分 它是屬於T藍色體還是蠻酷的群濃 對 謝謝學長 就是它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定序深度是三十倍四十倍的 hold genome 然後呢你去看那個genetic的variance 它所佔的比例 或者是其實在這之前先退一步 就是說 在血液細胞裡面 它的minefone的copy有多少 那 他們就是之前做了一些simulation 就是我們使用這個pimeline 也就是nomade用的pimeline 它的simulation的結果是說 如果你的minefone copy 是在五十個以下的話 確實是那個variance 本身會發生minefone跟nucleogenone 會有干擾 可是如果你的minefone copy 是超過五十 也就是說它的比例上 你就不太可能會看到 然後在那個nucleus genome裡面 同樣的那個定序的深度 就會把那個深度拉開的時候 你在深度拉開的情況下 在detect到的那個variance 它就不會再受到nucleus genome的干擾 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 它都是已經排除那一些 你看到的這個genetic的copy number 是比較低的 但確實是會有 所以如果有一些真的是 很low frequency 的heteroplasmia 它確實是會有極限 是 是的 我再問一下 是 是的 那個這個 來 我呢 好 那個 他們也發表過 Dowell Bank的族群的分析 跟亞洲或中國那邊 那你有看 覺得我們自己台灣的族群的 整個genetic background 到底是 譬如說跟 South East Asia 或是China的北邊南邊 你覺得你有印象嗎 有有有有 因為我老實說 我那個圖稍微看 我不太同意他們的 interpretation 好不好 不過這個大概不是 political issue 因為你做genetics 本來就是 你這個population background 還是在這邊 是是是 比如說啦 因為我之前在香港大學 那我們會想像中 其實香港也是屬於南方漢 但是其實南方漢呢 你如果真的要再很細分的話 其實是還是會看到差異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 resolution的差別 如果我們resolution 不要放那麼細的話 南方北方有差別 我們比較接近南方漢 然後我們跟日本有差 跟韓國有差 這個是肯定的 那我們跟東南亞 其實也是有差 可是你如果把它放在 南方漢的這個族群裡面 南方漢其實是一個蠻長的 蠻大的gradient 福建廣東廣西 其實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看起來確實是 跟我們想像中的主成分 也就是說河洛人 閩南人這些居多 然後有一些客家人 有一些其他省份 在Tumberbank裡面 其他省份 他其實是一個大的分類 也就是其他省份 他就沒有在分那些其他的省 我另外我也覺得 我有看到一個尾巴 跟東南亞跟東南亞 非常像 對 那我是覺得那部分搞不好就代表貧富的 血統在裡面 你才能夠解釋這個東西 是 不過這個當然是在以後 那另外一部分就 follow 然後我家人的瑪洛空巨洋 因為你瑪洛空巨洋看到的只是 在WBC裡面 所以這時候 當然從瑪洛空巨洋的 Apple type 要來解釋疾病的時候 有時候就有不大的困難 因為這時候每一個Smart Excel 實際上碼的工具要去忙 又可能會有不大的差 因為要bubble name很多問題 是是是 這個我不知道將來要怎麼解決這個事情 還是說我們就也只能遷就這樣 對 謝謝老師提問 Exactly the same 我們寫計畫的時候reviewer 就是criticize這個 對 但是我們覺得是一個baseline 就是說你有一個族群的WBC長什麼樣子 那他就可以很容易 假設比如說cancer 你真的去拿他的那個tumor cancer的時候 那現在他真的也是去做 whole genome sequencing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dictate到 他那個特定的組織的metylchondria 那他有一個baseline可以比的時候 我覺得也不錯 那至少我們從這個Titan Balvin的 周邊血裡面先去建立這個 可能是周邊血的baseline 或是population的baseline 還是會有一些使用上 可以用的到的地方 謝謝 是的確目前臨床上的檢測 第一步也還是是周邊血 那周邊血跟肌肉跟神經系統差多少 他可能有正相關 但是的確不同的人 或不同的相關性不見得完全一樣 不過也順著就是佳郎 還有梁教授的這個問法 就是whole genome sequencing 比whole exon 當然以前genon貴很多 但是現在的whole genome 已經沒有whole exon貴太多了 然後再來whole genome 其實也贈送了metylchondria 的peta whole exon sequencing 一般是不太容易看到metylchondria的peta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我看到線上還有人在提問 有一位 佩克森王 好 我知道你的問題 這個也是 我的其中一個計畫的題目 其實大家都是專家 在cancer的領域呢 其實大家都想知道 如果是somatic varian 他那些low frequency 他應該要怎麼detect 那針對這件事情呢 因為他就不像剛剛講的那些有標準品 他真的是有一個人 因為cancer減體不會有這麼多 所以其實大概在去年前年 也是一樣 FDA的同一個組織 他用了一個方式是 他把十種 左右不同的cancer cell line 混在一起 所以你想想中就是 一個cancer cell line 你已經知道他有那個variance的時候 他應該佔的是百分之百 可是你如果是十個cancer cell line 你就是可以去操作他的那個cell line的比例 比如說他是十分之一 或百分之一 那你如果知道你的那個cell line的mix 這個variance 你的細胞株是百分之一 你就應該預期你去定序出來的結果 要看到在百分之一的那些allure frequency 可以看到這個variance 所以他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成功的做出了一個 以cell line為主的標準品 我們也實際上拿了這個 以cell line為主的標準品的data 去做了不同的這個somatic mutation的 的那個code rate 然後也發現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工具 就是會有performance上的差別這樣 不過今天就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這個部分 謝謝謝謝你的提問 謝謝你